社会组织资料显示 在过去16个月中 共有26,079人感染了伊波拉 其中10,823人死亡 几乎所有的死亡病例都在 几内亚、利比亚和塞拉里昂 针对地中海难民偷渡潮 欧盟领袖与比利时布鲁塞尔 举行紧急峰会 草里的会议声明显示 欧盟不排除对主导偷渡的人蛇集团首脑 采取军事行动 避免有更多的难民死在地中海 美国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捷布布希 被视为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大热 他近期采用不吃加工食品 卤制品及甜食的血居人饮食法减肥 成功变瘦 估计较去年底减掉多达13.6公斤 凯特王妃即将临棚 王室超级粉丝近日来 以群聚在伦敦圣玛丽医院 林多院区外等候 希望亲眼目睹王室新成员 到来的历史性时刻 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新唐人员在电视整理报道